梦想剧场 发生冲突 他们当然是妥妥的一番 根本不需要开思 但是网友很快有所发现 只要在网上发过言 都会留下痕迹 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找到有关言论 立刻揭开李一同此眼的原因 网友纷纷支持她 说好的女主角 居然变成配角 任凭谁的心情也不会好 这本来是一部关于古代神话的故事 由女主角 才会突现男主角的英明神武 连个崇拜的人都没有 神话基本上没啥意义 看住也让人憋屈 一向耿直的余政也跑出来支持李一同 觉得她做得对 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魔改剧本真的很无语 实在让人想不明白 任嘉伦怎么也变成了这样的人 吃瓜群众也忍不住吐槽 这部戏的男主本来就不出财 可是剧方硬是把男二的戏 加到男主的身上 任嘉伦的粉丝没说啥 全都默默无语 抢男二的戏份就算了 现在还删减女主角的戏份 弄得人家几乎没有存在感 变成一个陪跑的人 想要自己角色出彩 可以理解 但也不能够删掉人家的戏份 好像有点过分 说起任嘉伦 你们恐怕不熟悉 但是国超哥哥 你们应该很清楚 当年的锦衣之下 直接让他变得红红火火 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实在难以忘记 不得不说 这个角色很适合任嘉伦 两个人仿佛融为一体 关键是国超哥哥特别硬气 被人发现已经结婚生子 他也没有隐瞒 毫不犹豫地承认 这份勇气 这份担当 直接让国超哥哥 进入了我们的心里 对他崇拜得不得了 认为这样的演员 才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但是后来的改名 又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国超多好听 而且还特别顺口 已经深深地喜欢 不像任嘉伦 总觉得特别陌生 改名只是个小插曲 不影响我们对任嘉伦的喜欢 可后来演了那么多好剧本 没有一本能够超越锦衣之下 他好像已经将狼才进 进入了流量明星的行列 并不是用演技征服众人 特别适合杨颖演的暮色新冤 两人的粉丝也开始撕翻味 本来是大女主的戏 结果变成男女平凡 反正杨颖的演技也很差劲 让任嘉伦多演一点戏 我们也不反对 可是现在这一部 比一同的演技还不错 而且深受观众的喜欢 这么做 好像真的不太合适 不如安安心心地演好角色 神深地吸引住观众 这才是一个演员的成功 没有必要在乎范围 那些都是虚的 只要你演得好 哪怕是个小配角 一样的可以让自己大红大紫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只要你的演技过关 哪怕就是一闪而过 都能够让人深深地记住 而且印象特别地深刻 炒作没啥意思 也不要甩锅给粉丝 说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 如果没有正主的同意 粉丝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大家心中都明白 别摆坏自己的好人员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希望任嘉伦哥哥多多营业 用实力说话 而不是用方位 一个人性演得好不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喜欢看 那就说明你是成功的 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希望你还是从前的国超哥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